《替甲公主》是改编于同名小说,这部剧是一部古装励志爱情剧,讲述的是陈国太妇之女,被迫作为替甲公主嫁给大洲皇帝宇文雍,与大洲傀儡皇帝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反马利苏, 反套路的故事,该剧由新生代人气演员米热丹纲男一号饰演大洲皇帝宇文雍,表面被奸臣控制沦为傀儡,实则精明能干,隐忍附黑,被受观众期待,而在这部剧中,与他搭档的则是曾在电视剧《仙女湖》中展露头角的顾米,米热饰演的男主角宇文雍,是一个附黑入霸戏的皇帝,而网友们的关注点却不是这个儿事,这次终于不是张哲汉情敌了吧,自从芸汐传热播以来, 看过的观众相信很多都有被米热饰演的顾七少圈粉的,米热不仅演技好,长得还那么帅,这次担任男主角,很是备受期待的,在芸汐传中米热和张哲汉是情敌关系,而在芸汐传里,这也不是他们两第一次合作了,相信看过张哲汉,李亦彤,还有米热主演的《半饶星城》的观众们,都是知道米热和张哲汉在这部剧中也是情敌关系, 而这部电视剧在那几年很是受欢迎,看剧的观众们都表示虐得甘疼啊,米热在这部剧中饰演的是万妖之王幽童,在这部剧小编就被这深情的幽童圈粉了,但是呢,这部电视剧的主演是张哲汉,米热是跟张哲汉强女主的,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,很多人也表示心疼米热,前段时间热播的《云西传》也是如此,米热饰演的是顾七少, 在这部剧中的情敌也是张哲汉,相信看过这两部剧的观众,我们也是表示无语的吧,这两人也不知道是多少年, 休得的缘分,因此就有不少网友说了,其实米热和张哲汉才是CP吧,抢同一个女人只是在演示,为什么你们都是在抢同一个女人呢? 而且米热从来都没有赢过啊,其实他的最终目的是张哲汉吧,尖笑脸他们两人还合作过很多作品,比如说还未播出的《昭歌》,还有白羽和杨龙主演《美人未信》,班淑传奇《美人制造》,云天之上都有他两个人的参演,就算不是情敌,两人合作过的作品也是一大堆啊,而这次米热终于当上了男主,以他的演技相信这部《替价公主》还是很值得期待的,小伙伴们你们期待吗? 欢迎来一起讨论讨论哟